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我用的染髮劑 因為有一兩個觀眾在問說我用的是哪一款的染髮劑 我的頭髮其實一直都regular有在染 然後我用的是那個SHVASCO男生的染髮劑 因為我就只有補染這個髮根就是新長出來的部分 所以我不需要買那個女生一大包的 那個我應該是用不完因為我下面這邊沒有要染 那一款我已經用了大概七八年了吧 一直都是用那個因為覺得非常的好用 其實我染頭髮的歷史應該很悠久了 因為我大概在高中的時候我就有白頭髮了 人家說好像就是用腦過度吧 不知道是右邊吧 右邊就還蠻多白頭髮 就是單側這樣子 然後我上了大學之後就染頭髮一直都蠻頻繁的 那現在因為年紀大了 不得不regular的染 那我那一款它就只要五分鐘 它稍微這樣子梳一梳 然後收個廚房 然後就可以去洗澡把它洗掉了 很快 而且我都是在它打折的時候買 之前更便宜 現在是因為有漲價 大概台幣100出頭吧 每個月花100出頭 然後花個五分鐘弄一弄 就很輕鬆啦 然後也還蠻划算的 很便宜 我等一下就帶你們去 看那一款染髮劑 那當然每個人適合染髮劑不一樣啦 適合我的不見得適合你嘛 因為像我老公 他也比較習慣用他那一款 他也覺得他那一款比較好用 因為我頭髮比較粗 所以我覺得我用那個男生的 還蠻剛好的 因為他過色比較強 我之前用過女生的 不知道是因為色號比較偏中吧 就覺得過色能力不是很好 可是這一款黑色的 他過色就還蠻蠻強的 你看嘛就真的很黑呀 覺得很好用也很滿意 還蠻輕鬆就可以染出我要的黑色頭髮 當然染頭髮有很多小小的細節需要注意 那我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可以 用那款染髮劑 親自示範一次 看要怎麼弄 才會染得比較透 而且我都不會染到旁邊的皮膚 這不是也可以喔 因為其實也有一兩家染髮劑的廠商 有跟我聯絡我想要合作 可是我看他們的染髮劑好像都是那種 就比較大包裝的女生的 我目前比較不習慣用那種 因為我沒有要枕頭染嘛 我只要染那個髮根的部分而已 那個男生用的80號是我最常買的 如果跟我一樣是頭髮髮質比較粗的 然後沒有要染枕頭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推薦的那一款 就是Schwasskopf的80號 覺得非常的好用 推薦給你們 德國有很多很多染髮劑 以前我有用過這些女生的 但是呢我這幾年常常用的就是這個男生的 也是Schwasskopf 這個我已經買了 應該有100盒了吧 3.995分鐘 每個月用一次 就ok了 就ok了 我正在撬出來 那個女生的 這個女生的 那個女生的 膝蓋 是 builder 我